开拓冷冻大科的问题 他说到以前的这个痕迹效果呢 就是发现他的外皮 说说他的痕迹呢 外皮有一圈一圈的小圆点 到底呢这是糖果价 还是说白素应该的 还有方法的方法 包括他呢 这个知识的效果 是欠缺什么样的 这个玩手 还是说有白素应该的 以前的是关东85号 红冬地瓜 还有木霉菌 是不是有货赔成功 开拓冷冻我 大科我老师 是啊 为什么我没看到新的东西呢 你没看到新的东西 真的假的 你刚才的问题 我们看到了 没什么样的 没关系 那我传给你看一下图片好了 对对 我看看 没关系 先了解一下 因为现在就是说 在热人这段时间呢 我们很有可能 比如说像这个寒吉 寒吉呢 有时候有一些类似金花虫 这类的 还是说像这个 一些这些糖 我们先要去判断 先去判断就是说 是不是有这个堂的 一个这种 病害 这个堂害 比如说堂去加 他现在加下去了 有时候呢 这有些像 有些像 草原古这种 有一个叫做 绿春象 这类的 这也都会去判断 这 有时候 他这个虚子 他就会去判断 这个项目 这些固定的 这些问题 都会来判断 所以呢 我们在这些财务里面 有时候 有时候 这个问题 会是这样的 所以有时候就是说 这些 包括像 一些糖 一种什么 原野虫 还是什么 这种呢 都会去判断 到一个 一扣一扣 所以这很有可能 这有时候 这有时候 判断在虚子 这个固定 这个形 会这样更坑更坑 以外 就是说 在虚子哪里的中 他后的痕迹也会去判断 所以这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 我们现在呢 要先把这个部分 先做好 在这些这个方案 算是 大概我们去做 这差不多是这样 因为像 这种 原野虫 这种 它都是一个核 这种是翘翅木的 这些幼虫 所以 一般就是说 他肚子会去密 在土甲底 去判断 所以 这个部分 我们可能 要稍微注意到 稍微注意到 这种的 这种情形 所以 这在这里 让你稍微了解到 就是说 蟋子有 健康这种 这种 这种素是因为 这个肚子 去判断 大概是像 这个原野虫 这类的 甚至 这段 还有一些 鞋文叶蛾 就是说 你都看不到是什么 有可能是鞋文叶蛾 颜豆腾 这种 有的说 那些没有什么 会去判断 但是鞋文叶蛾 通常是从蜂蜜 从蜂蜜 它吃下去 它的习惯都是这样 你这个鞋文叶蛾 直接在鞋文叶蛾 这种有可能是 这些原野虫 有可能是 一些 金花虫 这种 翘式木的 这个幼虫 它去吃 这个蟋子药 去跟它吃 一口一口 这种通常 就是大小床 它不一定在旁边 你如果看它 是 在旁边 这种 就很有可能 这个 来 看 所以这大概是 这种情形 这种 这种糖尿 当然 这个糖尿 大概 一般正常的 这个 杀虫剂 都有一定的 这种效果 这种 陶氏松 什么这类 你如果是用 農药的 这个 大概 我们都可以 根据 这个不一样的 这个 来做 处理 但是 如果是做 这个 我看我们 这种朋友 应该是 做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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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的 这个 包括用 这个 黑浆菌 还是什么 是不是 你这是要做 这个 有机栽培 还是说 这个 无農药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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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做这种 这种情形来说 可能你可以去用的 就是黑浆菌 你可以去选择 用这个 黑浆菌 来做处理 就是说 骨折腋 用的 这些东西就没有 够用几百 因为这个 黑浆菌对这个 幼虫有效 如果没有幼虫 就没有成虫 所以这个大概 我们可以去做的 这个工作 是这种 这个 这个 所以这提供 给我们 提供朋友 先做一个 参考 至于说 你要用的 这个 汤油 如果是说 你有用汤油 有用汤油 当然就有很多 这个 背丹 或者 纳莱德 这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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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类的 这类的 但是呢 对于这个 金发虫 橡皮虫 这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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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一般 我们就是 他有可能 这个品种上的 品种上的 品种上的 这个的 这个类的 它就会 它会大得 所以是不是这个 这个症状 因为你说 这个病毒病 通常它是肥尿肥尿 它不是粉紅一般都是粉紅 所以如果我們看到的這種 在韓籍裡面的一個病毒 病毒病病病的 這些毒素都是它的肖子 在上面有很多種 很多種不同的肖子 所以通常是有黃斑 這個機會比較大 甚至有紙斑 也是會有的 也是有那個積極的 它通常只有看到這個紙斑 一般來說 它的肖子喜歡Q 還是怎樣 這些都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我是比較沒有這個把握 說是不是 這這樣就是這個病毒 到時候 在這個方面 要稍微注意到 因為有時候在韓籍 我們看到它就是說 落後還是怎樣 有些疫病的肖子 如果不是說很嚴重的時 雖然你是到疫病 但是 這個東西 你也會看到它的這個 食水 也沒人說太好 所以 我們可能 在這種 可能性 還有一個就是 它有些病害 病害類似 像 這個 這個 剛才說的這個疫病 還是說 像 我們 有的是這個 這個 但是這個 白色病的這種 它的稍微有一點點的 這種 瘤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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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打美分 這對它的這個 溶藥 你如果是沒有用溶藥 你可能就用 這個 這種 枯草柑菌 來幫它試試看 這個 這個有很多 就是說 品種 它這個瘤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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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87號 這可能是 本來的這個瓶頸 紅的這個瓶頸 所以可能這種食材裡面 就有可能是這種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 他的這個 這種品種的這個特性 應該是 比較有適合的一個可能性 這當然是我個人的這個推斷 所以這也不是很一定 但是可能就是這種的這個經營 這個和平衛的是要了解一下 因為這個品種 這個品種 這個有的說是 有幾多種 這完全做寒極的 包括像這個說 它是幾盒幾盒 都是有 之前有一個是58 還有一個什麼85 現在到這個91號 這都有很多這種 這個地瓜 這個有的紅皮 可以說叫做栗子地瓜 這個吃起來可能有獨特的味道 因為這個寒極的 它的範圍很大 它的範圍很大 所以 這個可能是一個地方性的 這個品種 這個其實 它的寒極看起來很壞 這寒極看起來很壞 這不是說 這在台灣應該是 很少人的愛吃 不過它的味道倒是還不錯 這算是 算是 算是一個 真正是還不錯的 這個東西 試試看 我感覺說 因為可能是 這很多 這台灣很多 這種 現在的寒極有 你在網路上買什麼例子 什麼 關東幾號 關東幾號 這種寒極 都做色的 這個 都有的是做 這個冰口的 我們以前有一個聽說 他們發電料不錯 我們也是 那個冰口 算是 航航之後 把他們運動起來的這種 他們現在很多 在台灣也不好做 因為 我們為了一個 某一種的 原運動的南向 所以 現在的寒極 這些寒極 其實都很多 都靜靠 以前的寒極在WTO 裡面 寒極不但運輸 所以本來說 我們都會覺得 這個東西 應該可以抵抗WTO 但是現在 目前 還是照這個局勢看起來 這也真正 我們台灣的一個 做寒極的 這也很傷腦筋 因為這位 外南之外 這部分的量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所以 這是 當然 在 目前世界上 大概 我們必須要去了解 一個 藥店 我們進入一行 產品的一個競爭 都會去面臨全世界的一個競爭 全世界的一個競爭 所以 有時候 這個濃厚的一個競爭 越來越困難的 這個地方 就是在這裡 有人說 我們不怕競爭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的大使委隊 如果我是很怕 我是很怕 我是很怕競爭 所以 這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競爭 所以 我們好朋友 先做一個了解 大致上是 這個很兇 好 這個好朋友看 我們台灣有 看這個寒極 應該是 85號 85號 或87號 我不知道 因為我是知道有85號 所以 但是 85號應該 洗條洗條 這個看起來 這個 過料應該還不錯 他可能是紅的 這應該是一個正常 正常 這是我個人 不說是專業的公關 因為這個東西 沒有很貴重 我有一個好朋友 這幾年 我還覺得 他很眼睛在做 他也做生產履歷 還是做什麼 那天 剛才他在開工 他就說 現在也很難做 我不是做好洗好洗 這也沒進口 他說 誰說 沒有進口 那些都原來的 去超市看的時候 這都越南進口 所以 這個東西其實還是很競爭 好 第二的問題是 有關這個木霉菌 木霉菌的一個擴大培養 這個看起來是還不錯 就是說 你這種可能是用湯 還是什麼 這個結尾丸 所以 在結尾丸 一般是結尾丸起來的時候 裡面的木霉菌比較少 外面的地方 就是看起來 這個顏色好像還蠻不錯的 所以這應該是 有一點點的效果 所以 我覺得這應該 可以算是初步的 這個成功 就是在這個 整堆裡面 整堆裡面有幾顆 顏色是很很漂亮的 就是說 它那個色水有一點點 有帶一點點綠 但是 這個 這個 沒有很 很濃 這種的 這個通常 比較是正確的這個效果 一般來說 我們在做這個東西 其實也沒有很困難 就是說 水分跟透氣性 就是說 這兩種 水分跟透氣性 這兩種 要取得一個均衡 太多水 這個發不起來 透氣性不夠 也發不起來 透氣性 透氣性 很好的通常 水分就比較不夠 所以這兩種通常是 相互違背 所以我們可能就是說 要 控制這個水分 控制 好適 你可以試試看 一些來做 一倍一倍 就算做的沒有很成功 不說很成功 最沒辦法 也是一個營養成分 這東西拿來應用 應用在我們的產地 對一些材料 尤其初期 譬如說 有利負病 或是什麼樣 這個初期 一些金布 套養成分 這個病 對我們在財壁裡面 這種的效果 都很不錯 譬如說 像現在 他知道 他有當時會 到萬鉀病 萬鉀 現在 在誤期的時候 我們甚至在財壁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 到萬鉀病 因為這個病房 我們是從這個空水 從這個金 這個地方下去 他現在 就會 睡到幾層 就冷氣了 所以 甚至這個 六腰 還是說 肚子 會在那邊 那個肌骨 會在那邊 這個萬鉀病 這個萬鉀 萬鉀 萬鉀 你如果是在土壤裡面 例如說 這塊錢錢錢錢 他得到這個機會 就比較大 你會知道 如果不太好 有可能 去餵到這個萬鉀病 這是聯邦菌 來把他借引起 但是這種病 你用木霉菌效果不錯 所以你可以這樣 來操作看看 所以這個 第一項是這樣的 這個經驗 這是一個 可以去使用 你說你給他操作看看 我個人是說 值得我們去 去擴大培養 這樣 這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先做一個參考 好 我覺得 你會理聴 愚得 加油 讀